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作当中的最大难度 当然是剧本 创作的初期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80后的视角 一个90后的视角 去看这个世界 孟好田来讲 他是一个80后的一个代表 我的情人就是工作 而工作还是我真一生的缺爱 子文在这个角度当中 对孟好田的理解 对这个人物的内心 他是做了很多功课 想他应该给我打电话 对对对 你为什么要打电话 什么交代啊 我觉得人家在我脸上 要不要再拖下去 我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出现 对于冷刺民这个角色 在创作当中呢 就是希望他 就是一个90后的一个代表 金翰在这个角度当中 的把握还是非常不错 他的冷静 然后很有他的爆发力和奋斗 大猪 行三落后是不是 把我们的产品推向 全世界 那些时候你要站在一个角色的角度 去体会一下他到底在想着 我觉得我们的角色 要把彼此一起一下 每个角色 每个演员 每个情感 都要跟他们去看一遍 走一遍 去摸索一遍 我们更多地去讲现代人 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困惑 和他们的成长 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点 再靠近一点点 再靠近一点点 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 我就给你 拿过来 我爱你 很吃苦 人头的充气 我跟 你这次好急 好笑的 手机在这 哎 帽子坏好一条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